拿好车票准备搭车 看了看显示板 好多旅客就在闸门口 愣住 停住 因为看到一大片红通通 大delay 还不是几分钟而已 我们是四点的车 然后五十分钟就到了 来这边看才发现 就怎么又来 就我只能再退票 你晚四十五分钟 你如果有其他安排 会更麻烦 一直往后连的话 他又没有其他措施 那我们在这等也是干等 被台密开封中创 现在台铁重得到 和平间路线 才单线双向公车 列车皆有延误 但是台铁强调了 这个延误时间 大概落在二十分钟 到三十分钟以内 不过抬头看这个显示板 好多班都是三十分钟 延误起跳 有乘客更惨 八月二号要搭乘的 区间车共延误 长达三百零四分 有人则是预留六十分钟转乘 结果五点一百分钟 没搭到末班车 也没办法退票 台铁虽然恢复全线通车 但被质疑 只是打肿脸充胖子 因为慢行加上花莲段 将近十公里 只能单线双向行车 明明都会造成延误 却只说平均延误 二十到三十分钟 压力全丢给基层 被乘客问到翻 对此台铁回应除了加快抢修作业 也将于八月底进行部分列车时刻调整 恐怕雾点黑暗期还会持续好一阵子 基层不满的还有 台北车站好几块显示板 明明都唤醒好几个月 始终一片黑 只写着系统测试中 雾点直接看不到了 台风过后台铁状况多 基层应付不及 旅客骂声不断 等我车切完 是后中心在台北采访我的